在爱宝的现场就来过这样一对 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生 但是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兄弟 也许除了爱情 世界上对于这哥俩来说什么都能分享 但是唯独爱人不行 怎么办呢 我们从接下来的这段视频里寻找一下答案 我今天就来想问一下我弟 为什么抢我的女朋友 我觉得我没有抢男女朋友 因为是这样的 我哥当时特别忙的时候 他就让我陪他 但是你知道人嘛不是机器会有感情 在长时间的接触当中 我发现我慢慢慢慢的也就是对他产生了好感 哥哥他老顾着工作知道吗 既然他是你女朋友 那你就应该等多时间来陪他 我怎么没有陪他了 你怎么陪他了 我都是打电话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工作比较忙嘛 我说我兄弟你也可以打电话 就是那个帮我劝劝 就是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替我照看一下 对对对 是个意思吧 对对对 你不知道这是打击啊 我这个人比较笨 他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我是在我弟的手机里面 那时候发现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 事业我会争取 你我也不会放弃 那这什么意思 他说我女朋友了 你去争取什么呀 我哥他如果说他不珍惜他的话 那我就会上 这叫兄弟吗 因为你不珍惜他 为什么不珍惜他了 我无非就是为了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好一点 我在外面忙死忙活的 每天工作忙连连的忙了 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那我付出我得到了什么 就得到你强务的女朋友是不是 啊行吧 何方的一个仙女啊 让兄弟都要反目了 来我们掌声 掌声有请 小刘来有请 我更喜欢你的务实 但是我最难受 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 你却不在 我给你打电话 一遍一遍的打 你都不接 好不容易接了 唐宋我几句就挂掉了 你说等会给我打 我这一等就没有连续了 那你不能 我弟几句甜言蜜语 你就跟他 他不只是甜言蜜语 一个女孩子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安全感 对对对 他除了不甜言蜜语 他还干嘛 他会在我不高兴的时候 打电话哄我开心 那不就是甜言蜜语吗 给我唱歌 一直唱到我睡着为止 我也说不清 我心里到底更喜欢谁 我喜欢弟弟的浪漫 喜欢他的活泼 然后哥哥就是 他会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 这件事的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双毛胎 你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 做到二次分离 第一次分离 是你们脱离娘胎 第二次分离 就是情感和个性方面的分离 你们俩的性格真是互补 哥哥现实 弟弟浪漫 结果哥哥现实 因为现实没有时间 就用了浪漫的弟弟去弥补 这样导致了我们这可怜的女孩 一会儿喜欢现实 一会儿喜欢浪漫